我们在5月25日接获彭恒州议会来函 提到一旦紧急法令于8月1日结束 彭恒州议会将于同月10日开会 信中也提到提醒我们成交动议还有议会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欢迎彭恒州议会与州政府的决定 这是一个适切的驱动 好让议会能够发挥监督与问责州政府的功能 同时协助抗议工作 今天我们两人呢 YB 沈村祥 仁敦州议员 还有我本身 将会成交关于关丹这个平密水灾 还有这个水供中断的议案 好让州议会能够辩论这个悬而未决的课题 议会的宗旨呢 让全彭恒的许多课题无法带上讨论 州政府也无法接受具有名义与合法性的体制的问责 不会应该效仿彭恒州议会 尽快责定日期召开国会 国会的冻结并没有让疫情改善 因此呢若不是为了巩固这个摇摇义坠的政权呢 那么重开国会是刻不容缓之时 我们对于今天我和我弟弟两个一起来到这里 我们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 我们关丹的这个水供时常中断 还有那个水很肮脏 所以我们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州政府将来临的这个会议 我们要动议这个课题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的课题放在这个冠单的人民的身上 或者前方人民的身上 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喝的水是不干净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这个是最重要的 OK 那么我们也知道 Bike的工人呢 很多都中COVID 但是他们今天都没有得打防疫症 所以我们也是要做这个东西 要我们的州政府马上去解决这个Bike的工人的问题